Hello 大家好 說時辭那時快 澳門疫情真是升得快 剛才局長在記者會先說261宗 現在已經去到299宗陽性國安 原因是今天凌晨至下午 總共新增38宗陽性國安 當局一直都呼籲市民少出街 不要群聚 不過街上所見 尤其是路環市區、黑沙 人氣真是好旺 看看多少人出來買食 市民可能真的鬱得太久 都要出來放風 悶悶地出去吃個葡萄 或去黑沙吃燒雞翼 吹吹海風 思考人生 不過路環的區域真的有點困擾 擔心構成風險 希望不要那麼多人入禮 治安警亦表示 警方在巡查期間 發現路環市區有人群聚集 甚至有人在食店內用餐 相關行為對防疫構成非常高的風險 再次呼籲市民減少非必要外出 儘量留在家裡配合政府防疫 因應疫情 其實市政處核下公園和設施 已經暫停開放 多類娛樂場所也關閉了 市政處就呼籲市民 不要擅闖封閉了公園 否則將會被檢控和處罰 可能因為茶餐廳沒得堂食 平時街坊阿伯阿姨吹水的地方都沒有 唯有坐在街邊或公園邊吹下水 不過一定要謹記戴口罩 保護自己和家人 總之這一輪政府辛苦 市民也辛苦 集體路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以為碼 多謝大家下集見 拜拜